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台湾的生活 习惯是吃猪肉的 吃牛肉的量不多 包括本期啊 我可以咀嚼不要吃牛肉 但是叫我不吃猪肉的话 我可能这个病要缩短 真的啊 因为我刚才吃豬肉而已 我没有吃牛肉 所以你牛肉要怎么开放 瘦肉精 我没有切乎之痛啊 但是你看到瘦肉精猪肉的话 我吃什么 所以那个命一定缩短 健康 营养不够嘛 蛋白质不够嘛 所以有可能 瘦肉精猪肉一进口的话 遭遇症会增加好几倍哦 没有猪肉可吃 因为你放心 现在我们TIVA谈判确实没有涉及到这个议题